那一天我們意外的完成了 還期台北 自己參訪 林安泰古厝 我們現在準備進去 林安泰古厝民俗文物館 不用錢 不用門票 這個不知道是在拍戲還是另外的網紅 很多人 很多人在這裡 進來還有一個很漂亮的牌子 林安泰古厝 這邊有記載的林安泰古厝 的岩格 但字太多了 劉總正在解說這個做得像花瓶形狀的門 的典故 但是我想穿過這個門 這樣走進來一層一層的岩蠻 有些蠻好看的 那邊還有一道一樣的門 很好奇另外一邊有什麼呢 來走過去看一看 扁直到 走著走著 就出來了 再回去吧 真的有很多人來這邊拍攝出外景 這個 有個典故 叫做漏窗 要讓人可以隱隱約看到牆後面的景致 但是又不讓人看清楚 根據文獻記載 肉窗的形式有蝙蝠蝴蝶還有石流造型 各自代表了福氣 平安多姿 只是蝙蝠的造型比較吃虧 跟福氣的連結弱了一點 這扇窗的造型很特別 看起來像是一個大呼嚕裡面裝著小呼嚕 是福氣中的福氣的意思吧 桃子造型的窗在這裡 跟瘦桃一樣象徵著長壽 不過瘦桃可以吃 窗子可吃不得啊 今天不知道什麼日子 剛好看到有人在這邊拍攝 好多組人馬 這一棟的一樓其實是一間學堂 我們現在走過去來看一看 裡面到底長什麼樣子 這邊是一個小學堂 而且裡面還有一台電視 還真是先進 看到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 不能沒有的 絕對要有廁所 這是 它的廁所 有被感動到 我真心覺得這 堪稱最古色古香的廁所 最有文化的廁所 進去了 不能再拍了 平安太古厝是傳統閩南建築的代表之一 這種建築通常有多個建築群組成 包括門樓、政廳、廂房等 這種傳統的屋頂瓦片 木雕裝飾和石雕 走這邊穿堂 進去 古促時光 安太歲月 清乾隆十九年 那邊 好像有什麼 有趣的東西 古來運轉 因為這是在宇宙 轉轉轉一轉一就來 這個是 剛看有人在裡面 其實不是 我的東西 只是模擬 感受一下 這是 林安太家 異代祖仙的祠堂 正對著大門 表示對於祖仙的憧憬 還有傳統的延續 這一扇牆叫銀牆 那 為什麼叫銀牆呢 給我一眼看一下 這個像銀 然後再看一下它的說明 英文叫卡末 銀牆之士 以其上下其不之行 以周遭自然三世 由雲取水 產生共鳴協調之境 在這裡面是有一個 有一口井 那邊也有 牆上的蝴蝶 是露窗的另一種造型 代表福氣 這口井應該看起來 沒有什麼在用 可以打得出水嗎 看起來是沒有的 在結束林安太古厝的 自行參訪之前 隔著這個大花園 可以透過正堂敞開的大門 直接看到古厝裡面安置的祠堂 可以發現當時的大鋪人家 對很多細節 果然真的非常口袖 請大家記得幫我訂閱 按讚分享 還有按下小鈴鐺喔